新华社消息 据14号出版的英国自然杂志报道 美国华人科学家王忠林领导的科研小组 日前研究出一种能产生电能的新型纳米纤维 报道说 王忠林是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教授 著名材料学家 他领导的研究小组研制的这种纤维 能用来织成布料 布料可用于制造 利用人体运动来发电的衣服 鞋和生物植入物 如起泊器等